我觉得限制片酬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不能够觉得 我不觉得这个限制片酬就一定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这还需要看整体投资和投资人 就是制片人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如果说把演员看片酬砍下去了 他所有的制作成本也全部拿下来的话 那拍出来的戏也不一定好 对吧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整顿片酬 同时我觉得也要整顿资本对这个行业的影响 有些资本的介入是盲目的 有些资本的介入 它影响了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正常的一个规律的情况下 那它势必影响了市场 所以其实你们应该了解一下 你们到横店去走一圈 你们看一看 绝大部分在那做横片的演员 都是生活线以下 他们每天只要能有盒饭吃就可以了 那是他们最大的满足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其实不能盲目的简单的看那几个 我整个行业发展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去思考 不要简单的说 你们挣的多了 就应该砍掉 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让演员 就是大部分演员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 感谢观看